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 job 比如说我有两个企业 OK 第一个是处理农业的 OK 第二个是处理自媒体的 OK 就是讲人家做 branding 跟 marketing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 我还是一个很很爱狗的人 所以我有 我能理解 我很清楚理解到狗的一个 psychology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 thinking behavior 怎么去改善你 这个我也懂 那我也曾经也是一个摄影师 OK 那我也帮我朋友去摄影师拍照 那我也是一个运动员 OK 我曾经是排球校队 我也曾经是一个 就是自拍轮 然后有跑过 marathon 这样子 所以呢 我是有很多不同身份的 那我想分享这个主题呢 其实是因为 其实现在斜杠 OK slash 是一个trend 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OK 我们传统认为 一个人 你应该要有一份工作 专业的去做那就好了 OK 对于刻板人的印象来说 你身为一个经理还是什么的 你应该就做一份工作就好了 但是我对我来说 我不能这样认为 我觉得 有时候你越多不同的一个身份 那你经历的东西越多越丰富 那你在很多不同思考 我所谓的思考就是可能 我们在交流 你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可以去切入 去思考 站在不同人 不同身份的角度去思考 那这时候 你给的一些solution 或者说 你分享的一些变 我觉得有时候 会更有说服力 我就比如说 OK 我曾经也帮人打过工 我现在也有帮人打工 我现在也是有 管理别人的东西 所以我有两个身份 OK 那当然我刚刚之前提到 都是我其他的身份 OK 我这样子 只是以我是一个老板 我也是一个员工的身份 那 老板 处理东西 基本上就是 我要带领我整个公司 往A点 从A点到B点去迈进 所以可能有很多决策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 怎么去带领团队 然后怎么从 一起打到目标 然后怎么去引领团队 等等 这些我在做的东西 那我也是一个员工 所以我要学会如何去接受 上司们想要的目标 然后我要去执行 所以 因为我有这两个身份 所以 我能很清楚知道 小的 他们在想什么 那我在带领团队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一分阵子的 我也是被带过嘛 所以我能很清楚知道 哦 其实新来的人 他们的 顾虑是什么 那他 他最担心什么 那他为什么不能达标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跟以前 过去我们父母的那个 那个时代 的想法不一样了 那他们可能 可能 不是很追求 物质 我所谓的 是这样子 应该这么说 物质对我们 九零年代 零零年代 来说 物质只是一部分 那我们需要它来生存 可是我们更享受 于 很多不同的 可能认同 那团体生活 等等 社会认同 这些是 九零年代 零零年代 更追求的 那对于我们父父母 他们是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甚至八零年代的时候 他们生活成长的阶段 比较属于实在 可能一直努力打拼 要养活 下一代的那种状况 所以他们对于 这种物质上的享受 然后 认同感 等等这些 他们其实不太在意 他们在意的是 薪资薪资薪资 那因为需要很多钱 才能去养 把孩子养大 所以你看 我也很信心 有这两个不同的身份 所以我能接受到 不同人 那我也很清楚到 他们其实 每个不同阶段 他会有 不同的 不同的 想法 所以如果你现在 用一个 就是 以一个 以前的年代的方式 去管理 年轻人的 就是九零年代 零零年代 OK 这些年轻人的话 其实他们能 接受你的 一个想法 是比较困难的 OK 所以你看 这些 我会有这些 经历 OK等等的 都是我 因为我 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那 我去 用心去体会 我才能去知道 哦 原来 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一个角度 所以 我在开公司 我在带我的团队的时候 也是帮助我非常多 因为我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好吗 所以 斜杠 OK 斜杠 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 会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是会是一个趋势 尤其是现在竞争力很大 很 很多 很有可能 事情是 你一份工作 你可能无法真的 满足到你的一个 所谓的可能 钱 可能你的生活品质 等等的 所以你可能会 做另一份工作 一起去 去执行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 第一份工作 这不是你的兴趣 可是 你一直想要去 达到 你的梦想 所以 你的主要工作 是这里 A 他只是帮你赚钱 你会把部分的钱 放去 B B 類似创业 你把 A 赚了钱 然后把部分的 养好自己 然后你就把部分的钱放在这里 去创业 去达到你想的梦想 这也是我们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常在做的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一条路 我们不希望跟着 父母那一代他们的 执行他们的管理模式等等 所以我们还希望创造自己的一个 新的一个 新的新时代 所以 以为创造新时代 你从一个原本的公司去改革 跟你重新创过 创造你要的东西 当然是后者更容易 所以很多年轻人 会有可能 找上正职的工作 然后晚上会有他的副业 不可能是这样子 当然 因为我是斜钢青年 所以我能理解斜钢青年在做什么 所以我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你会看到他很忙 那他可能有不同的工作 那 其实你 你可能可以多一个思考角度 他可能不是为了 钱而去工作 他是为了追逐他的梦想 而去做 因为他把部分钱放在他的梦想 要怎么打他梦想 所以他一定先有一个 基本的生存条件 然后再把慢慢钱 慢慢去创造他想要的一个生活 那他在追逐他的梦想 所以其实 这种人 他虽然目前的话 可能很难 可能你会觉得他比较忙 可是 从长远 五年十年后 你去看他 你会越来越羡慕他 是因为 他有他大实实的去追逐他想要的东西 他的梦想 OK 他不会因为社会的很多挑战 抱怨 而不去执行 而不去尝试 如果真的失败了 没关系 至少他有一个主业 他还能生存 那如果他真的成功了 那他就活着他想要的生活 那我觉得 我会很敬佩他 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交流 我也很喜欢跟他们去学习 因为 他们的那种精神 对我来说是一个 哇 很厉害的 那 当然这是我的经验 所以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几个 可能大家都知道的 斜杠的一些艺人 比如说 周杰伦 周杰伦 他出的是歌手 他是评审 他也是导演 他也是 老板 就是餐厅的老板 他有他自己的 产品 他有自己的电竞公司 培养一些新的电竞选手 你看 周杰伦 就是一个很 很好的例子 OK 你看他做的东西 他也是 从他有兴趣的东西 慢慢的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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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新的事业 那 一来 他有兴趣嘛 那他就会 很自然的去提升 那提升后 他也能对整个社会 整个大环境 达来更多的一个价值 所以 所以我就是 以东西的人来做一个结尾 诶 诶 如果你身边 真的有斜杠青年 那 可以多多给你 那如果你也想要成为斜杠青年 欢迎欢迎 OK 当然 你要做之前 记得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什么 那 不要 不要 麻木的去追求而已 你要有一个计划性的去自行 这样子的话 你 达到你想要的梦想 也 更加的接近 那我是浩德 那 我们下集 下星期再看吧 有喜欢我的影片 那就记得点赞 分享 那不喜欢 也没关系 就下面留言说 你 你的 分享你的想法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